这只熊猫好像知道自己是国宝 像原谭爷爷把食物送到嘴边 都不带动的 因为天气热 谭爷爷要把小熊们都收回去 主要是怕它们中暑 二狗和荷叶早早地就在门口守着 一开门就进去了 只有艾九是最难收的 艾九很喜欢在这个位置睡觉 他的生物中好像和其他熊也不太一样 谭爷爷不管怎么哄 他都不肯下来 苹果都递到嘴里了 也还是不肯下 无奈谭爷爷只能先离开 还在等着谭爷爷的花花就很乖 一喊就跟着走 不管有没有吃的 花花都会跟你走 主要是喜欢跟人玩 花花朝着谭爷爷曼陀顿地走过来 爷爷给了一块小苹果 自己就坐在地上慢慢吃 大太阳晒着花花的大脑壳 她的右边就是阴凉地 也不说往右边挪一屁股 看得人也挺着急 花花还有个特点 就是每次吃东西 总会在自己的手背上放一小块 因为太大块也吃不下 就会吐一小块放在手上 等着下一口再吃 不过她经常这样被抢 好在旁边没有别的熊 你看那几个熊 我都在哪个 他一夜看花花没跟上 就又出来喊花花 然后又给了她一块小苹果 然后又给了她一块小苹果 吃完的花花乖乖地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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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的花乖乖乖地回去了 OK